第一道先煮个鱼头汤 第一道先来煮个鱼头汤 网友送的姜薯还没吃完 拿来煮个鱼头汤 先把鱼头煎一下 锅热,油热,煎鱼 它就不脏 先煮个鱼头汤 煎到两边炸爆炸爆 加开水 来几片姜 姜薯,几片二师兄 看这个汤水,奶白奶白的 把它移到砂锅煮 这边可以继续炒菜,两不误 下一道,donate茶炒钩 先烧一点水,加点盐 炒菇,先锅一下水 锅一下水可以去除异味 煮开30秒 捞起来,冲一下凉水 起锅烧油 少一点彩 炒出油后,下双片 炒勾勒 摄影师跑得比兔子还快 来加点水 调味鸡汁,鱼露,胡椒粉 芹菜断,葱断 勾一点芡 几滴包围油,出锅 最后炒个青菜 蒜头爆香 油菜花可以炒豆浆 也可以直接清炒 我女儿喜欢吃炒酱油水的 来点薄盐,酱油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汤煮了15分钟 来加点盐调味 胡椒粉 芹菜末 味道非常鲜美的 姜薯鱼头汤,搞定完成 紧紧当当,两菜一汤 家常的菜,家常的味 做得不好,仅供参考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 骨 练了我好多天了 爸爸炒的,很好吃的 咸的好吃 我喜欢这样的 现在那些不要煮咸的 拿来这样煮 就咸的 哇,好粉啊 这个汤又鲜又香 然后这个姜薯又很粉 咸的 放入冰箱